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老师好 老夫粉 早早早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谢谢 李宗盛 大家早前 其实今天 不光红台天 今天来到台中 也有风雨 也有雨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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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安排 虽然是疫情期间 我们还是可以来到这里 跟各位好朋友来分享 以光华市区 这个是我们来向各位观众朋友打包票 因为我们真的是 真实用心在做好事 为了中国党人专业 预备好 谢谢各位 谢谢 好 高雄见 拜拜 有没有充实的情勢 偶像 偶像 拍偶像 我们要去一个好吃的素食餐厅 我们要去一个好吃的素食餐厅 非常非常好吃 结果你在台中你不知道吗 我不知道 哈哈哈 我说你一早起来有什么 醒脑的仪式 还是什么 一早起来 起来突破 起来我就想差不多想 虽然醒过来 可是就坐在床上闭目 养神大概三分钟 那个时候是在醒脑 完了以后就 感恩一天都能够顺利 大家平平安安 然后就起床开始梳洗 因为最近我们密集在排练 我抓到时间有空档 我就会再仔细的不断看一下自己演过的 必须得要大概全面了解整个 我们这个戏的状况 因为每次看到的点会不一样 对真的是这样子 所以难怪为什么有很多戏会 一直觉得可以再慢慢调整 再慢慢调整 不是我肯定 我朋友也很肯定 也是一样 就是我们总是会想说 可以让它可以更好 对 所以大部分演讲之前的准备 就是第一个先让自己稍微 再收心 对再专注一点 以前有遇过就是道具 上台之前检查是没有问题 可是上台之后就演到一半 突然间有问题 骑步马 皇帝秀才骑干 那个步马骑上去以后 歌唱完以后 马头它刚松掉了 那个道具 所以那个头就一直往下这样 对 可是那个戏还没演完 我就得要一手保护着它 另外一手要演戏 就这样子很忙碌的 不得已就赶快 只好把那匹马骑下去 然后我就走出来的时候 就讲剧本里面没有 都说 其实要今天用哪里棋把 都没办法控制 很危险 很危险 我们教团的人 不是只有我 我们教团的人的休闲娱乐 就是开会排练 排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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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再加一个演出 再加一个录影 我们已经排到就是职业病 你知道吗 像刚早上来 我在旁边的时候 我脑袋里 就一直在唱光华之君的歌 然后就自己一直在唱 就脑袋里 然后唱完以后 自己还会想说 嗯 这里好像应该是这样 嗯 不对 可是其实都已经背起来了 可是就是忽然间 你只要觉得有一点点 好像小问题 自己就会觉得不行 一定要找出问题 所以就是 生活就是工作 对 生活就是工作 其实我觉得是幸福的啦 就是 在做事情的过程当中 会遇到很多考验 我觉得都是经验 不管是好的不好的 那只要记得就好 火越来越粗 现在稍微有风太的感觉 不可能 如果ella flashlight 怎么不太早 都有东西 我跟你说 有点 Kazuya 或者就是 小砍 所以 在我 gar 能够有其他诠释的方式 那我觉得其实像写剧本创作 就在帮助我 又能够有情感的抒发 又能够不断的去思索 重新去看你曾经经历过的一些事情 我都怀疑它是一个老灵魂 最后它写出来的剧本 然后谈的故事 说的故事 完全都是人生的大道理 带给大家一场很好的艺术想念 谢谢 我们可以到下个月的时候 10月23日24我们在进到剧院时间来看戏 如果你们真的有走进剧场来看光华赤军 也拜托大家欢迎大家 就是在那个问卷会表上面 可以给我们几句话 让我们知道 你们真的有走进剧场来看戏 用行动词词歌载戏 非常感谢 拜拜 我们十月间在台中国家歌剧院等你哦 我们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